比如这次抗议行动当中 很多民营企业的行动非常迅速 其实就是靠我们原来做商业的时候 积累的组织能力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觉得像复兴这次在危机当中 也很好地锻炼了我们的组织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全球化的组织能力 复兴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全球抗议指挥部 通过丁丁、微信这样的数字化的平台 全球24小时运转分秒必争 保证防护物资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运到一线医护人员的手中 比如我们很多全球团队的同学 并不清楚防护物资的型号 我们就有专业的同学来鉴定 但是静静地我发现 我们的全新的同学 也都通过快速地学习 掌握了基本对各类物资的常识 他们现在都是专家了 我们全球抗议指挥的系统也非常秉平化 所有的订单都能够第一时间 得到总指挥部的答复和审批 我自己的话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每隔两个三个小时会醒来一次 因为全球时差问题 我要看看群里有没有重要的信息 需要我马上做出响应 在物资采购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遇到了包括像双休日 没法银行转账 没法运货等问题 我们也都通过当地团队的不懈努力 让平时我们不大家班的老外事迹 都积极地行动起来 真是通过这样的战时机制 断练了整个复兴的组织